苹果电脑系统里面默认是没有谷歌浏览器的 但是我平时喜欢用谷歌Chrome浏览器 该怎么办呢 我们用系统默认的Safari浏览器上面去搜一下 首先进入百度 搜索chrom浏览器 或者是谷歌浏览器 不管搜索哪个词 在百度里面搜索会出现大量的广告 千万不要点击 很多都是假的 我们要找到一个真的 哪个是真的呢 这个我感觉像真的 因为下面有一个谷歌 我们点看一下 这个不是真的 即便是PC online这种第三方下载平台 我也不愿意使用 我只信官网 好 这就是官网 或者我们再搜索 换一个关键词 第一个就是谷歌 Chrome浏览器 这两个来到的都是同一个网址 不用翻墙也可以使用 因为它现在用的是谷歌.cn 下面的Chrome 直接下载就可以了 下载呢 它会选择是英特尔芯片 还是Apple芯片 这个Apple芯片就是M1芯片 点击采用英特尔芯片的Mac 下载速度还是很快的 下载之后 双击打开 安装方法也是和普通的苹果软件安装方法一样 把这个拖拽到这里就可以了 因为我现在已经有谷歌论览器了 所以说就不拖拽了 安装完之后 点击右键 推出谷歌Chrome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再把这个谷歌的DMG文件删掉 点击右键 选择移到废植楼 或者是Command键加Delay的 这节课内容就到这儿 我们下次见 点击左键 点击答应 Music 点击